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上涨0.04% 在欧美国家里面 英国 法国 德国 欧洲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 而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则出现了较大涨幅 其中标普是上涨了1.6%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 纳斯达克也同样上涨1.6%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呢在上周最终收盘是1330左右 累计跌幅为1.7% 油价则继续上涨 目前已经恢复到了63.50美元一桶 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再次跌破100美元 目前最新报价是9300美金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是上个星期五 这个金融行业里面被刷报的一个话题 就是安邦被中国的保监会接管 大家知道呢在上周五的时候 中国正式宣布这个安邦董事长总经理胡小辉 涉嫌违纪违法案被查处 同时呢这个保监会呢宣布接管安邦应验 可能对于安邦这个企业呢 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听过 但是呢并没有与之打过交道 虽然他是做保险的 但是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这个普通客户呢 也许并没有接触过安邦 那么其实呢安邦呢是有着强大的背景 吴小辉的他的这个太太 包括了这个安邦的其他的一些独立董事 都是呢在中国有着显赫地位的这个世家 在这里我们不对此做出过多的评价 那我们要说的呢是其实是这个安邦 为什么这次也会被波及到 安邦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呢 从五亿资产短短几年爆发至超过万亿资产 那么这么快的增长他用的是自己的钱吗 肯定不是啊 他大量使用了金融杠杆 也就是银行的钱 钱生钱 但是呢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其实和之前的王建林一样 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国再三重申 管制外汇这个流失的时候呢 他依然是大幅的进行海外收购 包括了买了这个纽约的麦道夫酒店 包括了像买了其他很多的地产 以及呢旅游文化产业 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国家一直提倡的核心资产 所以说包括像这个王建林被整顿 像徐祥之前被抓 其实都一样包括这次安邦倒台 就是呢他们的所作所为 违背了一个基本的政策方向 所以说在中国很多时候呢 除了看这个经济指标 看行业水平以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看大的方向和政策 也就是说讲经济 最终还是要看讲政治 如果你一旦方向错了 那么即便你出去这个业绩再好也好 或者说呢看上去你盈利再多也好 最终还是无法失去 那么同样在上周被刷屏的另外一个人 李舒福 他就情况不一样 他花了50亿美金 收购了德国奔驰9.7%的股份 同样是海外收购 同样是银行贷款 结果两个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奔驰汽车 是作为制造业的核心 是国家一个核心的资产 因此就算你没有钱 银行会借给你 让你去收购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知道呢 虽说通常来说啊 一个企业或者说是负责人被抓 他的企业还在照常运行 但这一次呢 安邦被保监会接管 接管时间长达一年 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并不是要说安邦就此完蛋 或者说呢 这个安邦要收归国有 在我看来 其实保监会接管安邦保险 给出市场的另一个信号 潜在信号就是安抚人心 告诉他中国的股市不会大跌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安邦的万亿资产中 其中大量的资产 其实是通过持有A股中的各种股票 来实现资产增值 这张图呢 就是这个安邦目前持有的一些主要 包括了各个行业板块的龙头 东欧厄交 中国铁建 中国建筑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等等等等 绝大部分的股票呢 都是基优股和龙头股 那么这次呢 我们可以看出 为什么像安邦这样呢 这么有显赫背景的家庭 他们的企业都会购买 基欧股 龙头股 蓝筹股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投资者 以为自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觉得自己呢 可以捞一个后门 这个认识董事长 或者里面的人 股票可以增长几倍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长久的投资之计 包括了2016年 闹得沸沸腾腾的 当时的宝能与万科之争 宝能借了400个亿 去强行收购万科 就是因为他看上了万科手中的 万亩土地出来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其实啊 只要跟着达文 他们买什么 他们买的是核心资产 他们买的是什么核心资产 就是行业的龙头 以及烂筹 所以这也是我反复跟大家说到 咱们投资中国 其实中小散户来说 只要投资核心的 胡胜300 甚至于A50 这样一来 基本上是不会犯太大错误 所以说安邦这次出事 除了他本身的原因之外 我们投资者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到了保监会接管安邦 其实就是告诉这个投资者 我们不会抛售安邦的股票 中国的A股不会出现暴跌 因此呢 这个对于散户来说 你可以继续进场 对于机构来说 上涨还有更多空间 所以这一次安邦的投资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 并不意味着是完全的利空 换个角度来说 他还是一个相对的利好消息 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最后在今天白天 其实没有太大消息 到了澳洲晚上 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呢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各位呢 对于做欧元的朋友 要小心今晚的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才经典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